今集我們會繼續討論一下市場上進攻和防守的策略 我們可以用一些有目的的手法 先測試一下市場的反應 加上技術分析 例如價格和成交的關係 高位、低位和一些指標作為輔助 然後再製定一些相關的投資策略 因為如果自己可以掌握到一套獨特的見解 在對手心目中就會變得心不可測 錢會像水性那樣向下流入一些最容易獲利的市場和投資項目 獲利的主要原則其實當然是取易不取難 但記住市場的形勢經常都會改變 所以我們的投資策略和方法都要有彈性 不可以一成不變 有必要的時候都要做到全身而退 下一集我們會講一下怎樣做錯誤的檢討 重新部署再入市 留意古壇兵法 MING PAO CANADA // MING PAO TORONTO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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